曾被誉为台湾第一美女,颜值与演技并存,一手好牌却被自己打烂,如今靠帮赵雅芝提取出镜。 谈到台湾美女,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林志玲,确实林志玲美了很多年,但今天要说的这位当初比林志玲还要出名。 近日,年过六旬的赵雅芝参加一场公益活动,她深入一起红色鞋尖长裙优雅亮相,身材苗条气质优雅,令粉丝激动不已。 在入场时,48岁的肖强还帮女神赵雅芝一露灵群,场面倒是挺温馨。 可是两人近景同框时,肖强完全成蜡像了吗? 其实这也不是两人第一次同台了,但每一次同台都被网友吐槽说对比太残酷,62岁赵雅芝妙杀肖等。 提到肖强这个曾经的台湾第一美女,很多观众再次痛心疾首,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。 曾经看了小李飞刀后,对那位插把扇子都可以那么美的临时阴锤仙,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女子。 在戏中可以让饰演大帅哥李玄欢的焦恩俊神会颠倒,在戏外也可以让一帮男观众大呼肖强才是真正的台湾第一美女。 而女观众也是羡慕极度但也恨不起来,因为诗音实在是婀娜多姿又楚楚动人。 对的,贾静雯,于飞红,范冰丁等这些女演员都给肖强配戏哦。 要知道那时贾静雯和于飞红的颜值都在高峰期,而在戏中焦恩俊都不要对他痴心一片的两位美女,唯独为了已嫁人妇的肖强截然一身,喝住嫩酒孤单到老。 除了《小李飞刀》,肖强还是演过《一连幽梦》,《加油星期二》,《楚流香传奇》等经典电视剧。 在《一连幽梦》中,肖强版《绿萍》,以及陈德荣版《紫灵》,是不可超越的一代经典。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先天底子,曾有网友分享了一组女星肖强以前的旧照,引来大批网友感叹年轻时美得不像话,网友也纷纷赞彼此真好看,要珍惜。 除了长相美外,肖强还堪称是演员中最聪明的一个,他看的书,是普通人阅读量的十倍。 有人喜欢看言情小说,有人喜欢科技杂志,他两者都爱,连一些冷僻的佛经教义他也能读进去,这样的精神和定力是异于常人的,肖强读书读得多,在采访时自然能旁征博引。 但是,最近几年大家在网上搜索肖强,关键字前三位元分别是陪酒、包养、郑蓉。 搜出的图片画风却已变这样。 在娱乐圈摸牌滚打二十余年的他,在演艺作品越来越缺乏的时候,他似乎也从未落在视线之外。 不过一向自询美丽智慧并存的肖强显然懂得应对之道,面对质疑,他会说,被泼粉时,脏的事分不是我。 台湾民间曾有这么一说,肖强的名字不能被家庭主妇听到,听到了是要伤命伤神的。 他们尽其所能相夫叫子半辈子,到头来,不如这个女人手指轻轻一勾。 不甘心有什么用,老公敢拿万冠家财去博他一笑,更敢豁出性命与他终生厮守。 而结果往往令人可笑,老公折腾得筋疲力尽,最终只买来一个道理,任何一个狐狸精都不会只属于一个男人。 肖强应对的经典语录很多,比如说,我桃花多观众才会喜欢我啊,我认为我身体最美丽的部分是头脑。 男人像小孩子,一旦有钱就会挑最好最贵的东西来吃,一旦厌倦或是有更好的出现,马上转向他人,和肖强的个人经历相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